每一次我看到我行程表 要去新竹市 有個印象就是說 新竹又完成了什麼 要我去 總統蔡英文視察新竹 暫許市政穩健發展 前一天才剛在黨中央提名副市長 沈慧紅參戰年底新竹市 事隔二十四小時 蔡總統當面再提一次 剛剛在聽沈副市長 我太講太多沈副院長 用心用感情做事 就是我們要的最好的團隊 哎呀 蔡總統小吐嘴 在把沈慧紅的職誠給叫錯 二十二號總統其實還把沈慧紅的姓氏 叫成了林 直接變成林慧紅 總統很可愛 他昨天應該是心裡想到 你會紅 我也希望新竹選了沈慧紅 新竹一定紅 一個不小心林慧紅 你會紅巧妙諧音梗 要加深選民印象 但民眾黨立委高鴻安 可不這麼認為 政府市長都不見 新竹市民變孤兒 開記者會狂酸沈慧紅先批現任市長 林志堅落跑站逃逝 而沈慧紅憑接棒 質疑剩下半年市政規劃 恐怕就此空轉 新竹市政昭風頓時演變成雙紅女之爭 只是要質疑怎麼不先等黨提名 上了檯面後再來戰 新竹市長這一仗民進黨從上到下 已進入備戰狀態 做主 攻守準備 經新聞 謝錢 李思錢 薛孝安 方伯峰 採訪報導